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把这个当事人我给叫过来 押不来 我给他是骗 家长威胁给他弄过来的 那么我请的这位人士 专门是这家北京全馆的负责人 那么这件事 所谓的北京老炮 打黑手卫要账 这个视频 他就是那里的负责人 全程他知道和了解 那么我把他请过来 但是我不需要他跟我解释过多 为什么东哥辣平 我来发话 来替网友们问这些问 看他到底是怎么回 不是假人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有请这位当事人上场 瞧你那套 来 我也不站起来了 坐吧 这位帅气的小伙子 辣哥你好 辣哥我不叫辣哥叫东哥 冲这些摄套 哇操这些我说了今天得挣了好几十万的 同学们兄弟们 黑社会的朋友们 没有黑社会知道吗 我们是冲户 不难找万岁 所以大家别胡说八道啊 我们是一个 绿人产品 那么这位 就是金城老炮打黑社会一个老逼打老几个傻逼的人 当事人馆长 这家全馆的馆长 就是他 请他给大家问个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个打广告是吧 关注东国拉屏 关注极度APP 关注库伦爵APP啊 下载这个APP可以观看我们的搏击赛事 我们是传扬东国武术精神的 我们也不是什么社会呀江湖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套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感谢网友们啊 打住 感谢东哥 回了 笑 开始 时间要紧 今天太急了 今天我操一堆人什么勇士的荣耀比赛 要问我杨建平呢 他妈的那一期要当基本什么什么什么新的 他妈的比赛也邀请我赶快评论 还有他妈江华的BBB 还有这儿 我赶快说 老炮是什么意思 兄弟们 大家听他口音了吗 他不是北京人 他是东北的 但是我是北京人 跟大家聊老炮 大家记住了 什么叫老炮 真正的老炮的解释是什么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炮 我们原来老北京派出所 那么关局叫炮局 炮局 老炮就是经常去派出所 那么可能是经常发生一些事 那么被拘押呀 被关起来什么 再放出来的 就是老炮 那么老话就是讲 经常出点打架的事 但是 没有什么偷东西呀 强奸呀 诈骗 老炮办不出来 老炮也就是这么打个架 基本就这种事 哎 这种人 老经常进去几年 再出来了 我们管他叫老炮 岁数大一点 那么 为人比较仗义 但是呢 又经常的打架 有一帮兄弟 但是从来不坑蒙拐骗 强奸 偷东西 不会这些事 那么北京人 把他叫成老炮 那么慢慢的 冯小刚那个老炮 出来之后 那么北京人 啊全国人民 把这老炮的含义 要看到 哦 仗义 仗义 勇于面对 担当 那么岁数比较大的 有一定的威望的叫老炮 可以吗 可以 就为大家老炮的解释 好了 我不想呢 多说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东哥腊瓶 这个位置 这个地盘 由我来做主 那么我很想问 大家你们放心 我问的问题 都是你们想问的 第一 这位先生 打的人 你们老炮打的那三个人 到底是什么人 说说大家 不知道 那个被打的那几个人呀 是属于那种 社会上一些的闲散人员 然后呢 是有 后边是所谓的是 老板也好 是大哥也好 就相当于是 社会上那些小混混 就是说他们平时 没事的 是走街串巷呢 帮这个要要让啊 帮那个吓唬吓唬人啊 没事放放局啊 什么的 他们主要是 以干这些工作为主 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这个 这叫 观察化 叫叫走场的 走场的 对 那行 那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其实大家说老炮打人 这事也很多了 但是大家 几百万的粉丝 来关注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 发生在拳馆 卧槽 拳馆本来是打人的地方 卧槽 居然老炮在拳馆 那我问一下了 呃 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啊 在拳馆 一个老炮能打那么好几个 那么这老炮身后 是不是一堆兄弟 跟黑社会似的 一堆兄弟 来吓唬他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因为 本身呀 我们这个拳馆营业时间呢 一般都是晚上 中午呢 下午呢 也没人 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正好是中午那个时间 那本身呢 就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说 是因为这几个孩子 说了一些话 跟有了一些问题 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这是 之后视频上 都是你们看到的 他之前呢 没有看到的事情呢 发生了很多很多 比如说也有网友 在上面写过 其实真正到底是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东哥 有没有这个机会 给到这 就是能说试这个事情的经过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这样 那好吧 我呢 不多问 这么办 把这个时间 交给这位先生 但是东哥要保证一件事 就是 他确实是这个管着负责人 所以他知道 所有的来龙曲面 他说的话 东哥相信 如果你们相信东哥的话 也请相信他的话 好 谢谢 还是给大家讲 首先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因为本身啊 他就是一个 特别讲义体 特别仗义的一个人 因为视频到最后呢 我相信你们大家也会看到 他说了一句 行了 洗脸去吧 因为他呢 只是想教育教育这些孩子们 事情的经过呢 是出事的 案发式的前一天 就是所谓的叫当事人吧 就是那个 你们他记中间 有一句说话的那个人吗 他在中间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被打断了 他是头一天被 这个 这五个小朋友 这只是到那儿是三个人 他们被 头一天被这个关寨麦当劳 里边是 大概是 二十多个小时 因为什么呢 说因为是 他们是卖耳机 然后呢 一共是进了一百七十万的货 然后呢 结果呢 卖了一百六十万的 还剩十万块钱 说要退货 然后呢 他们说是不给退 然后那个老板就找到了 他们几个孩子 就说你不给 就是这个货 我肯定不能给你退 就相当于是 你是欠我钱 就威胁他 说是你非给我钱 不能让你走 就关了二十多个小时 在麦当劳 然后呢 又说让他打签条 然后打完签条之后 说行 说是明天 你必须得给我钱 明天你要是再不给我钱的话呢 我就去学校去找你家姑娘去 就是因为这么个事情 然后没招 是通过朋友 找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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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所谓的老炮 然后他一听 说你欠人钱欠债还钱 听到利益的事情 是不是 我说那那那如果说你想要借钱的话呢 没事 那你就来钱馆找我吧 正好呢 有的有些时候呢 他会去训练 正好呢 中午也没啥 在老炮 还在训练的时候 不打钱 他这个年纪打什么钱 不打钱 那看他的摔跤啊 什么 抽嘴吧 他技人真的挺逗逼的感觉 那个是生命 生命 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事情 你借说借说 对 然后呢 就是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然后去了之后 就说那欠钱得还钱呀 然后那个这个 这个就受害者 就把这个人说 就把这个事情经过说了 说那个退钱不给退 说不给退 那就想想办法 你卖了是什么的 就说不是 这个事的 要不然的话呢 就如果单纯这样的话呢 我不会找你 因为啥 他应该是威胁我 昨天给我这个 在麦当劳里边 关了这个二十几个小时 就是 你不让我走 我就得让我还钱 就是我更害怕的是什么呢 说他要 要威胁我家女儿 说是要绑架我家女儿 说是不给钱不行 反正小混混嘛 对于那些 就是也是一个 北京的一个老实人 祸祸祸祸祸 有白头发 然后呢 就是这样 也是一个生意人 说话也是老实 就因为这样的 害怕了之后呢 就去那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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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哥哥一听 你说你对他 当事人怎么样 你打他一顿 或者是拍手 金冠 关系什么的这都可以的都没关系 但是说你说你找人家女儿去你你你你关上二十多个小时就冲这一点才生气了啊然后呢就是可能是那几个孩子吧也是初来乍到那个因为也不是说像是 嗯特别混混 因为不是年纪也不是特别 我也是我 这不是就是就是挣点钱的小混混 然后这这大哥的穿戴呀 包括什么东西就这个发型啊什么的跟一龙一样发型啊对对对就包括这个发型啊什么的 一样的 生气了之后呢然后呢骂完那些孩子们孩子们就害怕了然后会才会是你们看到的视频那一幕 然后当时打他们说为什么啊不承认啊他们说啊我们什么时候说要等这个成人闺女呢什么的 因为因为这个事情是在教育他们 因为就是这个事情经过打完了之后呢 也跟他们几个孩子聊了 说你们呀干活挺不起也挺不容易 回去呀 就是这种事情以后再不要再做了 你们应该什么呢 应该回去呀 就干点正经事情是不是 然后说你这样吗 你看你们来了之后呢 我也别那个白是教育你们 就说哎对对对 说那就是一人给一万块钱 改钱是吗 一说洗完脸了之后 就回来告诉他们不会以后不要再做 那我问一下 我现在代表网友问一下 视频当中 那个打人的抽筋吗 那段时间之前 那还有没有打过他们 还是说就那段时间打了 没有之前没有 那拍视频的那个人是不是你们的人 还是啊 无辜的吃瓜才能评众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当时是没在店里 就是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才回到店里边 我听他们跟我说的是 一共当时我们店里边一共就四个人 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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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洁 然后呢还有一个钱台 然后呢还有一个教练 然后呢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 一共就这四个人 那么你啊 那最后就是确定一下 咱们也是公民一下 那么 钱都还了吗 还是这欠贷的事 是不是有这件事来欠钱 那事情确实是有 欠人钱 肯定是欠钱了 欠钱呢就是约他们去呢 也是是谈这个还钱的问题 要么退货 要么是还钱或者是怎么样 是因为这样 然后去了之后呢 一说要祸及家儿女的时候 才发生了这样的 我也得急啊 还好我们他妈在接近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开拳馆也好 是说健身也好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本身就秉着这个 喜大的这个这个理念 正包括现在的就是武林峰也好 昆仑爵也好 别想起武林峰啊 我们做这个东西是武林峰 没有问题 永世的荣耀不能提 啊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我们要做的是说 这个国民的一种一种 一种搏击的一种精神 我们练习搏击是为什么 你看我这身材 我的体格 我本身也不是练这个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 我要做这个 因为现在的这个小朋友们呀 这些小男孩们 一说出去就 失去了我们中国人这种男人的刚性 所以说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这个东西 要要力量我们的勇气跟勇敢 我们要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敢直接去面对 我们要有担当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功夫也好 是现代的伯弟也好 包括东哥的地图拳馆也好 包括这个这个我们的比赛也好 我们是秉重了这样的精神去 去做这样的俱乐部 那个跟社会跟江湖 没有什么任何一点点关系 所以他今天啊 这个先生聊完之后 让我也感受到什么就是 没有说到大家说的 说这种江湖啊 黑社会火拼啊什么的 一个小老被一个黑社会大老婆抓住了他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之前我们也沟通过 那么这件事其实大家也都明白了 那么哎 东哥辣 不辣 没什么意思了 是哪家情况啊 我们没有做广告以及推广自己的嫌疑 我们也不会那么去做 因为如果说要做的话呢 就一夜的浏览量大概是在四百多万一共累积一千多万了 我们就就应该会知道我们拳馆了 我们也不想做我们也不想说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没有拿这件事情去炒 不是B图拳馆 不是B图拳馆 但是这个拳馆呢 在市中心 你看说 不是B图就是大B图 市中心啊 大家可以自己查 那么还接着还有最后啊 打入你讲时间 最后有点 打人的那个是老炮吗 反正是在社会上很仗义 也有一些 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历吧 就是所谓的老炮评论 您之前评论的那个老炮呢 我觉得他不是 但您之后说的那个 别人仗义有担当 他没进去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关于跟社会上面 一切干嘛 这可以的 是吧 哎那太好了 那么今天真的是感谢这位先生 他既然不说拳馆 我孝冬呢也不能告诉大家 因为这有协议 但是东哥辣平辣的地方 拳馆 市中心 什么的 河边啊 找外多的地方 大家自己查去 好吧 那么这个老炮的名字 东哥也不能说 这个跟大家说为什么 他被卡住 你知道吗 所以我听你不敢说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关于到人 隐私问题这个不能聊 但是但是啊 和这个东哥辣 想问 哎 你看又多忙啊 这是真事啊 东哥辣平 这个激动 这个APP 昆仲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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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怎么也跟我混 他不高大上吗 我操我这种下断乱的节目 压也上 不行 那么 预知真相与否 请我下回分别 首先那么我就感谢我们的这位先生 谢谢 欢迎来到东哥辣平 谢谢了 谢谢 谢谢 快走 快走 考边考边 好了 哼哼 今天第一届 点击量八九百万的这个一页之间八九百万的这个视频 咱们说完了 下面就要说今天的主题了 那么 有请我们我先介绍一下吧这个昆仑爵吧 说我是昆仲爵的狗 你们还真说错了 很多网友说 东哥我他妈呀 今天很多比赛不看了 就他妈看你这怎么干江华 我干他吗 我用嘴干 我不能用手 那么 有请我们的昆仲爵的掌门人 江华 江总 出场 谢谢 来 我就不起来了啊 江总你好 你好 来 别带 这就是我们的江总 他不要说话 这是东哥辣瓶 这是我的天下 大家先看一眼啊 小B们 那帮网友 那帮傻B说 肖东 你出牛逼呢 你把江华叫过来 你试试 你呀是谁啊 我是你爷爷 知道吗 看这是谁啊 如假包换 江华 那么昆仑爵的掌门人 为什么说昆仑爵现在最火的原因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传奇 什么传奇 压恩的这张嘴太牛逼了 我觉得我需要恶嘴很牛逼了 人家比起来小巫见大巫 压圈了他妈十几个亿 你知道吗 这一点我没想到武林峰牛逼的牛逼 那是国家的胆 还有谁牛逼 我说吧 带几个 英雄传说 对吧 完了之后 河北传奇 对吧 完了之后真谷绝 还有原来的瑞伍倒闭了 那么各种各样的都过去走老师的英雄传过程都是很牛逼的对吗 那么 还斜了 没有江华 而且大家知道呢 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合同试点 那么中国最牛逼的五十个六十个人来参加这个试点 哼哼 唯一没来的这几个人 三个人 一兔子一兔 那他妈的兔子没来压来他妈你靠你骂死呀 第二个郭晨东 郭晨东没来但是他派代表来了 第三个就是我旁边这位老姜 往往他叫老姜了 昆仑娟太牛逼了 这位连格斗迷都很生气知道吗 说呀什么 昆仑娟怎么这么牛逼啊 谁都不来 这郭晨东的就是荣耀也很恐怖 人家派一个代表来了 他妈的昆仑娟谁都不来 我说你来颁奖吗 有啊有最佳人的赛事奖 为什么他不搬 东哥我他妈搬给谁呀 那郭晨东卷不来 我他妈游行郭晨东卷谁搬来 我不是吐打自己这嘴吗 我也是 格斗迷也很不逼 我说啥呢 知道吗 老姜在这 回家定格看一下 是他们真人说过前话的 好吗 江总不要说话 我插句话 插句话能插一个 我不想听他说 你惊啪啪啪没完你知道吗 你一句话 那个格斗迷的 表示歉意 那天我确实很忙 我又 和那个格斗迷的吴刚啊 深表歉意 深表歉意 对对对咱不管 好我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了 那格斗迷那帮人啊 他们的吴刚啊 那个老诈也是我所谓的 所以说很多人需要动力抽逼 中国就要很多牛逼的人士都是你们的骂 说出这个臭牛逼傻逼的学生 我告诉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不多说了 我说了我要弄江华了 我要弄哪是这儿还是这儿还是这儿 口 开始了 那么时间有限 赶快开始 你们等着啊 第一个我先是问常规的问题 就是江华 咱慢慢的搞他 先让我调戏一下 脱个衣服喝个小酒对吧 OK 江总的自我介绍别说了 吹牛逼的事 他是最牛逼的 咱们不吹了 咱们实际上来 江总我请问 这是网友慢慢的来的常规的啊 中国人真的上舞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每个人 每个中国人都会告诉你 中国人上舞 我告诉你 中国人曾上舞 你接着 完了谢谢 鸭戳的 但我告诉你们 中国人不上舞 都他妈懦夫 都这么喜欢爱看打架 这次上有几个 下一个 再事过多 现在市场饱和了吗 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 我告诉大家 错 郭成东说得对 你看今年他们得一堆赛事倒闭 但是他倒闭不了 你还识说一 知道吗 是实话 OK 第三 我否认他两个错误了啊 中国格斗 中国格斗 中国的格斗 中国的选手的收入的水平 你觉得多吗 中国选手收入的水平 你觉得现在够吗 合理吗 我觉得在三年前 稍微少点 我创办困窃 事实上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 我就想解决一下他们的收入 听对我 同大家 看你的人 我现在有七成是慢 这个看镜头我不太会讲 我只能看着你的眼睛讲 三年前呢 大家的收入都很少 对 三年之后 今天 赛事多了 我们的收入也多了 因为他有剩一价值 为什么我说的这个赛事还不够 因为每个省每个市都应该每周都应该有比赛 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格斗 什么是上午精神 谢谢 那么我想通过昆仁爵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都在埋头挣钱的时候 埋头挣钱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中国的国籍 中国的武术 让通过上午精神 让我们才有民族的这个荣誉感和凝聚力 我不够否认江总不如说 但是你们这帮河南的我告诉你了 我也是河南的 对一样 我告诉你 全中国武术之相八元帝格斗包括格斗的 我不折腾说很佩服河南 因为出了很多牛逼的人物和牛逼的赛事 这一点我 另外一个就是山东 哎我山东的 那么出了很多能打的人 这个栏目都说了 为什么说我现在又插几句话 江总接着我上一期所说的 你认为中国哪个省的人最能打 我说是打架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 我没有考虑过 我觉得 我们是男人啊 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 比如说东哥 东哥啊他比我小 我比他小一岁 我很尊重他叫这个东哥 你还管谁都怎么叫他嘴甜 口蜜出现 对网友之后这么评价 我觉得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打架呢 只是说一种 有时候是一种发泄 但是我没有去研究过 不像东哥啊 就那么专业 还要研究一下哪个省能打 是山东的能打 还是河南能打 你就告诉我 哪儿还是不知道说 我真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说了啊 大家看一下 很多 放门惯 都是很牛逼的问题 别着急 我说了这要热身 你们网友先没骂我啊 等网友就知道你骂我了 第二个 顺便评价一下吧 我经常骂的一驴 还有方便 咱们别说方便了 方便还算是不错的 一驴 那条驴 驴 一龙 那么请屏幕别说了啊 请江总评价一下 一龙 这个人的水平如何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尖锐 那么通过看比赛来讲 一龙挺牛的 挺牛的 啥 啥 逼 挺牛呢 我觉得是这样东哥啊 这个我觉得通过那么多的镜头啊 因为我们俩没有彩排过 我跟东哥不太熟悉 我要跟老江彩排 我们家出场 我们家被车撞 谢谢 今天呢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招啊 我觉得有必要去阐述一些问题 然后我觉得他来提问 我觉得不光是东哥来提问 任何人来提问我应该回答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一龙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挺能打的 我以后给你多少钱啊 那个 我不能那么讲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的长处 都是他的短处 那么作为这个 从为什么我们会谈起一龙 我觉得一龙那是非常有名的 从我个人的交往来讲 一龙是 还是比较能尊重人的吧 听见了吗 他也说到极限了 他那么牛逼的嘴 说一龙说到这儿 比较比较 回他说了吧 傻了 对吗 东哥赢了 大家都知道 下个问题 评价一下李小龙 谢谢 实战水平 我没说他的功绩 李小龙是武术家 大家都知道 我就问李小龙你觉得他能不能打 打比赛或打架能不能 小说 因为李小龙的本人 我想我们 谁都没见过 我们只是看到他的一些影视作品 和历史资料 看影视作品和影视资料来讲 他是非常能打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是综合格斗的创始人 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综合格斗之父 我相信 我想很多的网友会和我一样 感受到的 应该李小龙比较能打的 他的速度和力量 包括他肌肉的类型 从这来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谢谢 我告诉你 大家又说错了 你们知道吗 格斗之父不是李小龙 为什么呀 白打拿拿他们李小龙是做网络 进中国市场啊 你们都觉得我吹牛逼 我过几期专门做李小龙 我告诉你们 东哥的网友 还有粉丝多事 我骂完之后 东哥没有粉丝了 但是我宁可一个粉丝不要 我不在乎 我把真相露出来 别着急 过几期 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等着吧 不错了 好 下面 这个问题说完了 网友的问题开始了 刚才是常规的问题 那么现在 江总先喝完咖啡 他准备开始喷了 开始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 特别管用 我真的没跟他合过 我说过 骗他出面撞死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昆仑局老师姐说 叫蔡志贤 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小伙子 你为什么不用 蔡老师呢 今天下午还在给我发短信 我们生活中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 谁都是朋友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 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大家 还应该都谦虚一点 好 因为我可能给圈的人 认识的比较少 很多人了解我 也比较少 因为我给大家很少沟通 蔡志贤 因为他有这个口音 因为我们在江苏卫视播出 是一类卫视 可能在这块呢 电视台有要求 说我们的普通话 一定达到一定的标准 让更多的观众 能听得清楚 听得明白 那么作为我们喜欢武术 喜欢格斗 当然 蔡老师呢 我叫蔡老师 蔡老师是非常非常的职业 非常非常的值得敬重的 这样一个人 我也希望能给他合同 但是由于我们在江苏卫视播出 因为对普通话的要求 他比较遗憾 谁都没说过他快 真的在我眼里真的很好 江总的口婆绝对好 你先尝试一下 下面第二个问题 昆仑君有没有甲全不问了 这些小逼的问题他别说了 我问一下有甲全他说的有吗 肯定没有 咱不说错 咱去除其他的问题啊 首先就是 江总网友说你自己说的 你是中国国际CEO当中最能打的 是这样吗 大家这么认为 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 比较喜欢综合格斗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口号 一个称谓而已 我觉得不要当真 我喜欢 我每天在训练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训练 包括东哥 那我告诉你们错错了 鸭在你我面前说他最能打CEO 东哥虽然没有他那么牛逼 十几个亿 东哥也几百万 啊 东哥都也能打到CEO 知道吗 鸭又说错了 下回我们俩打一场 要等着别着急 真打啊 因为你看他很多问题我都否认 为什么不对 咱别着急 下个问题 哈哈哈哈 这有的 网友说了 昆仑觉得官方贴吧 为什么要黑其他的赛事 是你授权的吗 啊 我觉得今天东哥真是实际 这张通牙铁嘴啊 这个这个嘴很雕啊 他的骂人的话呢 来讲我真的说不出口 我觉得脸红脸糟 呃 贴吧呢是 所有的网友的心声 那么 我从来不去干涉 舆论 一定是不能干涉的 因为你即是干涉了这一时 所以 网友贴吧 因为每个人他就他自己的喜欢 和喜好 他又说好的 又骂我的 又说别人的 那么至于 他说谁好谁坏 我不清楚 ok 不是我说的 等于老江现在否认了这个件事 啊 网友们他否认了 下个问题 这也有点尽快了啊 昆仑觉现在 当初 咱别说现在了 当初 昆仑觉有一段时间 面临着资金段的锻炼 是武林峰出手相助 有那么回事吗 嗯 没有这么回事啊 我们只有在2014年2月16号 我们共同合作过一起赛事 是大家是双赢的 昆仑觉从开始建立以来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以后也不会 这是他说的啊 他也否认了啊 下面有这个问题了 说对于 呃 张泰海这个人啊 咱们说 总喜欢拿一龙说事不说了 但是也还曾经老说 勇士的荣耀 就是山寨的荣耀 这样的评价 江总 你有什么看法 张泰海跟你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 呃 泰海 泰海是因为蔡志贤之后 乔博之后 泰海和亚伟一起做的解说 那么我觉得他不代表官方 我觉得啊 同样我觉得冬哥的荣耀挺好的 我觉得都是对中国体育的发展 是做出巨大的贡献 他说冬哥呢是郭成东 郭成东 对 这大家有这样不是冬哥 郭成东呢是41岁 比我大好几岁 也是江湖的大佬 你面前的也是江湖大佬 我旁边的也是江湖大佬 我我在 我在学习 我在学习 你看没有 嘴大家看见了吧 OK 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 哎 有一个小高潮了 开始吧 这高潮我就需要点时间来回家了 你跟杨建平的关系 曾经和现在 告诉我现在和曾经 谢谢 呃 我做坤林爵是因为建平 唐金张立鹏 呃 还有 呃 这几个老老的运动员 包括浩田 呃 等等 那么建平现在 包括今天现在正在播的这个 全新时代 我刚刚也在看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建平兄弟 继续加油努力 呃 以前很好 我们现在依然很好 他依然是我的第一个 这是他说的 嗯 呦他妈错了 你们知道吗 这他妈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们 江湖是整理事啊 押人为事 他培养了杨建平 这点我承认 因为他妈的在东方荣誉 我许晓东 去那看美训 所有的选手 都他妈的坐地上 包括我那牛逼的人 我 那江湖一个人坐沙发上 押人老板没关系 啊杨建平 坐沙发上跟他坐一块 我 这你那什么什么关系啊 什么的 是拉拉呀还是什么关系啊 我他都怒了 但是我说杨正明在 他妈算什么呀 我就那么说 哎 真的特别好 那会还没有什么什么 就在东方荣誉 那会东西门呢 是这样 第二是第二 对对对那是真是这样 等于是 这是我眼看的是 老江这件事没错 把杨建平给扶起来 但杨建平另起如账 在我眼里还是一句话 分赃不均 钱老江给的不足了 男人说我 跟你一块起了江山 我他妈去看我打了名气 我拿不到这么多钱了 平什么呀 那我走 有这么多人捧着我 我走 我去再开一个去 跟专业人来合作 我再开一个 找他什么来的叫 找他来的 啊 啊 他真鸡肥 叫全新实在 我我 我蒙住了 蒙了吧 这点我以后报道 我说杨建平什么意思啊 杨建平就是 实力就他们的某一事 不要说你们何有劲 胡男那帮人挺好 但会认为杨建平 就当天下第一次 也完全扯大 根本没用的关系 杨建平 我准备给他来一个专访 大家也等着 什么意思 杨建平我承认他是选手吗 承认 中国一流吗 准一流 我还承认吗 他跟世界没关系 他打的比赛 百分之九十都刷小怪 你 就喜欢看什么打小日本吗 请他们北京舞蹈头 请他们警告外国语学院的那帮 小日本过来一顿斗 完了之后 不应自己的英雄的情绪 有什么玩的吗 牛逼把日本牛逼能打的人请牌啊 懂了吗 刷小怪没什么意思 尤其是咱们中日 一个一个杨建平一个老姚 姚龚康 我就不乐意咱们 整天能打小日本 日本的格斗水平老江都承认 比他们中国高多了去了 别跟我说卖国贼 你这帮土鳖 因为你们不懂 知道吗 下个问题 这件事他又不对 下个问题 中国 目前几乎所有的赛事 这很坚然 没有盈利 那我告诉你的是 连他们零峰这回 他们大部分都是票 都是赠票 没有他们买票 都他们不挣钱 那么昆仑局也是这样吗 那你凭什么 会让更多的资产 相信你资本 进来陪你一起玩耍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 确实很尖锐 那么在中国 目前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 想做一档非常不错的赛事 你必须要投入 我很诚实 我很坦言 那么 我和我的资本 几个大佬 沟通的很透彻 我说我们要做一个 一个 顶级IP的这样的一个 国际系赛事 我觉得是需要投入的 那么我的资本方 同意我在五年之内 可以亏损 五年之内 那我相信呢 应该在2017年 柯春爵呢 可能慢慢的 从亏损走上 稍微的盈利 2017年 柯春爵如果能盈利了 我把桌子吃了 你们信吗 我拿锤子打砸碎了 我吃 咱们继续 谢谢 下个问题 哎呦我操这个问题啊 是比较专业 很多土编你们不懂 你们就别记得听了啊 完了问点这个 对柯春爵比较感兴趣的人 咱们说 昆仑爵啊 其实内部有两大势力 一个是江华控制的一个资本 来运作 来弄钱 一个呢就是托尼 托尼他运来来分配选手 那么来控制选手 安排比赛 江华呢负责拉线 拉钱 完了挣了钱来评分 完了人有人说 江华跟托尼呢来按钮的分钱 那么就是选手的出场费 来剥削 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们俩也在内部的分争 分争来非常的激烈 但是这种火在暗地里烧 我说的这问题有吗 我想这个问题我和托尼我们俩都不知道 四个字无敌之谈 因为托尼是股东 我是股东 托尼有托尼的收入 我有我的收入 我们的收入不靠目前的困能诀 我们还都不但没有从这里边去获取利益 并且还在往里边续钱 因为我们的人均工资啊 我今天就给大家公布一下 不到8000块钱 比我还少 确实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之内 困能诀做了六次的融资 那么我想这是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因为资本不是傻瓜 资本都非常非常的智慧 它是一个体温表 它能看得清楚 你到底是在做事 你在忽悠 所以通过资本来讲 可以判断我和托尼 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 最好的合作伙伴 当时我和托尼的合作 很多圈里人都认为 托尼你们之间肯定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等等干不了超过一年 现在可能也三年了 对 真的 这是最能说明的问题 那么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托尼都不知道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请问我们的网友 东哥你来问一下大家 这个还真是 Sawadika 下面呢 开始了 请拿出我的看家法宝 请我的工作人员 拿出我的看家法宝 下面的问题 就是让人可能哭 可能笑 也可能这座在座这位先生 会开始跟我马逼 开始打架了 对 你还吃鱼龙吗 不是吧 快走快走 好了 是吧 快走快走 我说这句话 有可能是形容这个网友 也有可能形容他的 那么一个个的 来由江总揭开这个迷你 请打开一个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 但是我从不回避问题 有问题一定解决问题 这个郭老师 郭晨东 东哥你看见了吗 我跟你保证 我们的话没有油门避雨 一样的 不知道 哦 好了 大家看 做到这第五个 我看 我怎么说的就 我都没听 我念啊 听说 郭晨东和你在暗斗 是这样吗 起因是什么 你知道现在两拨人马 在互相打架吗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江华是昆仑爵 现在在我眼里 全中国 三足鼎立 我需要东评价的 第一是 最老大的 最老卖的是武林峰 当然他现在走下坡路了 第二个就是 最新锐起来 资本市场最火的新兴 就所有人都在给亚钱 我特别纳闷 不给我钱 我他们也是做赛事了 我叫全城出击 那么 江华 第三个 就是 刚刚从武林峰解释出来的 郭晨东 郭老师 也叫郭哥 也叫东哥 他做的 勇士的荣耀系列 好几个赛事 那么现在也在播 十点的时候会有播 所以我们会准时的采访协助 WLT 那么就开始了 郭晨东 跟你有过过节吗 晨东呢 是我一直尊重的主持和哥们 因为武林峰我也喜欢看 因为武林峰我才做的朋友 的确如此 因为武林峰很傻逼了 之后改变归了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晨东呢我们是很好的兄弟 可以这样说 我们曾经一起 还有王虹强 我们一起做的这个大东翔 嗯 这我知道 两年之后呢 然后因为不能盈利 不能盈利 不能盈利呢 东哥呢 又把这个投资款要退给了我 红翔出局了 我出局了 我觉得在这块我们没有矛盾 那么为什么会有 会有人在这样去两拨人在对骂 我觉得还是因为 两拨人我做了昆仑爵 我做了昆仑爵 因为武林峰的观众 以为我们是对手 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来讲没有对手 因为都是为了更好的 因为有竞争才能让我们两边都很优秀 我相信我除了出现 对武林峰是有刺激的 武林峰比原来好不好 原来好了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东哥出来做是对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提着 郭成东做这个荣慎荣耀 我也在看 一会儿我也回去看一看 做的怎么样 我也向他去学习 我觉得在这块呢 我特意生病 包括东哥 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 我们俩之间永远没有矛盾 至于下面的人 我们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我们是哥们 不能控制 让他们去说吧 说一说 跟我们俩没关系 这样的话呢 也许说的多了也挺好的 对我们俩都有帮助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 昆仑爵 关注荣耀 好的再见 那么 其实呀他们说的 我觉得不对 他为什么从大东江出爱 郭成东为什么给他退钱 你们知道一个牛逼的男人背后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的 什么明白了吗 所有的起因应该是 是那个 你们听明白了吗 好谢谢 下面一个 让我们的江总继续 打开 我能先看吗 能先看 你先自己惊一下 尿了吧 尿了 我就来练 他一个笑就是没好事 江总玉武 哈哈哈哈 吴立新的关系 吴立新是谁 吴立新呢就是武林峰的总导演 老炮 这是伯极界老炮 听说吴立新出国比赛经常带着江总的江华 看脱衣舞 这个是比我文明的 赵小姐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有可能喝咖啡 是真的吗 呃 实际上 吴立新呢是我每次叫他叫大哥啊 那个年龄比我长 好像也是个兔子啊 呃 在这个在行业呢来讲呢 因为武林峰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我觉得他立下了汉堡风雨 我们俩是朋友 我们俩一起是出国服 呃 我们俩一起去吃过饭 但是没有去 看过脱衣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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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去看过脱衣舞 找过小姐 啊 找过小姐 因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我一个 我一个绰号 叫口门江 因为也许这些钱太贵 我可能花不起 我觉得在这块呢 我帮吴大哥 喜庆一下 这个网友说的不真实 你知道这些话说起 男主政绩 大家有吗 没有 那对啊 那不能胡说八道嘛 是不是 你侮辱我可以 不能侮辱 吴立心 吴哥 那么这个吴立心呢 其实我也是有接触 但不熟 吴导演 我嘴中逼 我其实我嘴中逼 你别着急 你继续难带痒痒的时候 我孝宗会去进行闹闹 别着急 下面有你 继续 我说了 你都会听到 好 自己往坑里跳是吧 对啊 你自己往坑里跳 好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很有自信了 嗯 这个问题他嗷了一声 这也是我认为 今天最高潮的一部分 我来给大家念 和武林峰的女导演叫李雷 应该原来是三个字的啊 咱们画面叫李雷啊 这关系 据说 李雷的老公 发现 他 跟这女导演的关系后 大闹河南省电视来 随即 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在现场了 你在吗 遭开除 李雷和江总 这时候 开办了 昆仑爵 那么 有点像什么 像武大郎 那种感觉 是不是 问一下江总 这件事你如何解释 呃 是这样 因为昆仑爵的创办 需要人才啊 我想办法去挖着她 挖着一个女导演 还是无极之谈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人无可人 其实我早就看到了啊 但是我 打我跟我没关系 我 哎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打人我想骂人 这不是我说的 哎 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 造天诛地灭 天诛地灭 然后不能这样去侮辱 侮辱别人 因为是一个 漂亮的女导演 他怎么就是漂亮的女导演 现在是我 是我们的总制片 来了吗 在这 现在在吗 现在没在回家休息了 现在是我们的那个总制片 我觉得 真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骂人 我也想打人 但是我作为一个文明人啊 虽然我没有文化 但是我想做一个 有文化的事 我希望 所有的网友 以后不要这样去 侮辱别人吧 好吧 如果这样去侮辱别人的话 我觉得 就像你侮辱你自己一样 你也有家人 你也有亲人 你也有朋友 好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 对 这个问题啊 我要重生一点 我叫东西嘴贱也嘴欠 完了之后呢 可特别当 但有一点 至于女人的问题 我还是比较尊重 女同事啊 也是女人的 那么请大家这种问题呢 是说说 你必须要提出来什么呢 我 我完成了你们很多人的愿望 我提出来了 但是我还告诉你们 这种问题 针对女人的事 我还要怎么教教教教教 尤其是什么 真的是人家现在正在公事儿 你们明白吗 不像真正 江湖找江湖 这假的就是找我 不投卫 明白吗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关系到很多的荣誉 关系到几个人的家庭 我也希望大家慎重的来说 慎重的考虑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东哥蜡皮 我没有会对你们 直接下一个问题 还剩两个 还剩两个 还剩两个火 这个他没有什么疑问 我觉得他应该 哦 姜董这个很好 姜董结婚了吗 总听说提醒两个儿子 完了之后 但从未听说过 您的爱人 那这个问题 大家我问一下 您是否已婚 我结婚了 我的妻子非常的优秀 我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为什么我没有去提起我的夫人 我的夫人 是一个现役的军人 是一个炫耀的军人 可能有些奢秘啊等等 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他经常也在铁巴 刚才所有的问题 他都看得见 也会给我出一些主意 也帮我说了很多的话 那么至于是谁 我就不讲了 那么你们包括今天 我相信他也在镜头前 不是 在迎评后 在看得见我们今天的谈论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 我的妻子 我的家庭 他支持我 才把彭均爵做的这个样子 好的 那么我再突说一句 这个我又该爆料了 大家知道 原来有个 就是中国的首位慈善家 叫李春平 我们业内管子叫虾哥 我徐耀东也敢说了 这位先生就是虾哥 我原来也是 跟他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共事 那么虾哥真的是一件 传奇的人物 叫李春平 那么北京城 很多救护车 警察都是他捐赠的 那么他为什么 真的是拥有全中国 那会儿唯一的 三辆老子莱斯 那么蒙娜丽莎的 这个女星做梦的时候 梦见她的爱情 她已经离了很多次婚了 那最后一次说爱情在东方 她跑了东京 跑了首尔 跑了香港 之后来到北京 在北京饭店的最大的圆盘上 那么认识了 看见了李春平 那么产生出这个传奇的爱情 李先生 比这位女星 好莱坞女星 要小二十七岁到三十一岁之间 太可怕了 这叫什么这儿 我的傻 之后 那么最后 李先生继承了他的 可以说当时是十几个亿的财产 现在是几百亿的财产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姜总到现在 也不可透露他初人的情况 因为可能是同军 咱们又不多说了 至于什么样的地位 大家也明白了吧 要不然你没有了 哪有姜总 我今天能了 明白了吧 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两个 那么姜总来吧 咱们赢一个 这个他很刺激吗 啊我操我操我操 我操 这个问题啊等我啊 最后问吧 因为好好货留在最后啊 我先问这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 来 这个也有意思啊 听说姜总来北京創业 那么前妻是否被富博包养 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们 你们问完之后 我第一个就把这个问题采纳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前妻我认识姜华的时候 我也觉得她是应该被一个富博包养 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件事应该真的是有那么一点霉和木 有那么一点风和影 请我们的姜总来辩解一下 说两点 第一点呢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想乐啊 我觉得如果说能被富博包养 首先你是优秀的 你身体是棒的 身体是棒的 你是有文化有素质的 所以富博在包养你 感谢大家看得起我 所以没有人包养我的原因就在这儿 对 这原因太丑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个个人来讲 我从2001年开始做传媒 我做业务员出身 通过业务员来讲 让我获得很多的道理和财富 我从来没觉得这么天难 因为一个人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一个努力的人 然后你渴望成功 渴望挣到钱 没有做不成的事 没有挣不到的钱 比如说现在像小冬 所谓的东哥 那么他今天敢去做蜡品 我相信他的安全真的 我为他堪忧 尤其是河南人 尤其是河南人 我替他堪忧 他那样去做 为什么一个是他喜欢 一个是他确实想打假 再一个重要 这也是他的事业 所以全程出击是吧 我未来之后 我也要给他合作 这么努力的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一块一起合作 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我再重复说一下 我是一个努力的人 我希望我生活中 有更多的朋友去出现 不管是男的女的 让他们看到我的努力 然后越努力越幸运 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 外面从今 没有任何人去保养过 好 当伙来了 好吧 好 那下面就是 跟那些仰慕江总那些女性也说一下 你们稍微的要小心点 因为嫂妇人确实是很 我是军魂 对 很牛的 一般人是惹不起的 中科不能多爆料 反正除非你真的 你要不然就是可以考虑 可以做我的 我要被人弄死他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 有最后一项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老汉时间 为什么 江总也是这样 因为江总他是急着要跟我说 他要看过程中的那个勇士荣耀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你看都说了吧 缺华那句话 现在是三国眼力 鼠 武林峰 咱们就是说吧 那么比如说魏 就是柯伦爵 那么吴 可能什么勇士的荣耀系列 这是我孝耀忠认为 那么我说这么多 最后一点 江华你怎么评价徐耀忠 别说 咱们下次开始 金队 徐耀忠 近期打假武术 你一直什么样的态度 有三个选择 你必须选一个 必须选 A 支持徐 B 反对徐 C 可以选 但是也就保明了你 怕得对人 不评价 OK 江总 然后就看你的了 要说实话 这个给我几分钟时间 在这个问题 你可以放下来 好 我不放 那个 小冬呢 我是通过微博上 我们俩坚持联系 是吧 他很辣 他很辣 他的嘴很雕 他的嘴也很臭 因为总是骂人 我觉得骂人不是好事 但是我支持他 我觉得打假是对的 因为中国的赛事越来越多 我们做的是 推动中国武术的发展 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那么很多的赛事来讲呢 是以赛事的形式 搞到一个活动 并不是赛事 那么如果说 大家想认真地去做一段赛事的话 我在我眼里没有对手 都是合作伙伴 包括你看全程出击也好 包括东哥蜡拼也好 我相信在他的全程出击里 一定会经常会出现我的面 然后在他的蜡评里 我相信我们俩会 有很多的语言和碰光 我觉得对我们俩都是双赢的 那么无论从市场的认可 还是这个共同一起做事情 我觉得小东一定是一个 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我希望啊 通过东哥蜡评 通过昆仁爵的APP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圈子的真相 别那么多的去侮辱别人 因为这个市场是好的 这个团队是好的 每一个创业公司都是挺不容易的 我希望所有的网友能去支持 东哥蜡评也支持昆仁爵 也支持昆仁爵的APP 我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 和谐的这样一个组织 让我们呢都能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打日本人呢 是吧 我们搞一些这个实力悬出的一些比赛 让更多人好看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手段 因为体育本身就是一个娱乐 那么娱乐和体育和竞技一定要分得清楚 它一定要结合 只有结合 只有通过这个媒体的传播才能有收入的多元化 为什么这样说 昆仁爵说要去挣钱 三年之前我不去挣钱 因为我做传播我知道 刚开始想挣钱的时候真的很难 因为大家不认可 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小众 但是现在是什么 从蓝海过渡到红海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领导知道 企业都知道 那么都明白了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事情确确实是有关注度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直播 一定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记录数字 许晗 因为好多关注在机前 另外我再说一下 关于几个敏感的问题 陈东呢 我希望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能多多合作 那么去侮辱我去被复活包养 我觉得我只有包别人的粉 别人还包不了我暂且 第三 那么说我给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哥们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 我觉得我们是亲人般的一起在做事情 不光是她 我们公司有很多的漂亮的女性 并且都是非常非常年轻 非常有非常能力 我尊重她们 我拿她们当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我希望你不要去侮辱 这么一个优秀的我的同事 我的亲人 那么这是一个 我的家庭非常的幸福 我的夫人 也非常的年轻貌美 那个由于她在部队的关系 我不便多说 我相信她有一天会给大家见面的 赶快ADC吧 我等着等别了 好吧 我支持 严格支持 小冬 没完 没完 等会儿 我感谢江总 但是我要说一点 因为我们下一期 我徐某人 徐晓东 很有可能 只身去杀进河南 全中国最想干死我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 我知道 郭总也是 东哥过程中 来看我们的来解说 那么可能你有一种想法还不错 或者是一种真实的想法 就是他的妖狗 你他妈的 江华等于便捷一个便捷大会了 给他洗白了 您怎么想 怎么说 没问题 那么我采访您的东西 我也准备好了 您接个接招 这是您的事 下期我会这两天来向您请示 希望您三思 那么今天对江华的采访蜡评 网友们 你们大部分的问题 我徐某人问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没有想到江华也没有这么大的急 除了一个女导演的事 有点生气 因为侮辱女性 其他的问题 他都大的咧咧的回答了 所以第一 我要告诉你们 我徐耀东不是江华的狗 如果是 可能 以后是他的活作伙伴 但现在我跟他不是伙伴 因为前期的很多问题 我都否认了 他 有他的看法 我徐耀东 有我徐耀东的看法 所以东哥大萍 永远其中最牛逼的圈里的人参加 那么为了这次的挑战 挑战 我也感谢江董参加我的节目 我也准备了一个很好的礼物 其实我特喜欢这首歌 就是 让我们举其杯 真难听 威王使干杯 那么这就是又臭优越的榴莲 是东哥的一个 就是一个家庭 他是不吃的 你们知道吗 他是很使的 他不吃的 但是他喜欢跟我举杯之后吃一口 这个节目就正式结束 成功的结束 下一期 下周 我还有可能赴死沙向河南 你们那些别孙 你们那些别孙 有必要等着我 我徐某人到了郑州 我发位置 千万别跑 那么 等等等 咱们延迟两分钟 延迟两分钟 我觉得我一开始不想说太多 当然我现在想说了 三点 第一点呢 小冬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除了他嘴头以外 爱骂人以外 其他都挺好的 我非常尊重他 敬重他 所以我榴莲是不吃的 但是今天为了他 为了这个兄弟 我把他吃下来 再别吃咬一会就够了 那个不行 我必须再吃了 那么好的礼物啊 我觉得这个 就像我们桃园三年一 喝杯酒一样 因为那杯酒很辣 但是我们爽快的把它喝下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准备酒 准备了流量 实际上是我最痛苦的事 但是我最爽快的把它吃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 那么 我来给所有的创业者来讲 因为所有的创业者都要去吹牛 那不叫吹牛 那是愿解 因为伟大的企业家都在吹牛中 不断的实现他的吹牛 来成为最伟大的企业家 是不是这样 是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吹不牛 我觉得这不叫吹牛 那是梦想 那是愿景 如果说没有梦想 没有愿景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你去教吗 你不会去教 那么投资人 为什么去给我投资 因为我会吹牛逼 我说短话了 我会吹牛逼 因为我会忽悠 我忽悠更多的追随我的人 去追随我一起创办天下 那么其中 刚才说的那个李导演 我会敬重他 他听了我的忽悠 愿意跟我一起打天下 那么这是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那么从今天起 我和小冬正式合作 除非他不带我玩 带我玩的话 全程出击 我们一起玩 然后呢 他的蜡瓶 我只要有需要 我齐齐参与 如果他会河南 我去不了 我会派两个人 跟他一起去 不用 这河南人打不死我 他俩保镖弄死我了 我操麻烦了我 来个意外 你们知道吗 太坏了 这个不是 小冬呢 我知道他的这个 综合格斗水平很高 但是今天我对网友说 下一期我们俩 要开始忽悠刘海 我们俩要打一场 打一场我觉得 一五会有吗 我们打一场才真的好看 我觉得 我这个人也很 也很兴 只是说我不喜欢这个 骂人的话 小冬 我下一次来挑战他 好 好吧我来挑战他 我们俩打一场 让所有的网友高兴 兴奋一起 happy 谢谢 把榴莲再摇一口就行了 来老姜 好了 来干杯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照相的快点 一二三 我是我操 来吧 干杯 干杯 谢谢大家 转播到我们节度 谢谢 真麻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